Hello,欢迎回到小哈片刻的频道 这次我们要来研究一个有趣,需要脑筋急转弯 而且又和游戏制作相关的课题 我们要怎么样在萤幕上用像素来画一个圆呢? 在上次的影片中 我们研究了一种用像素画直线的演算法 这个演算法结合了直线斜律的规则 与电脑回圈的特性 能够非常高效地画出一条点阵直线 但是要画圆形 嗯,好像没那么简单哦 虽然一般绘图引擎通常会提供画圆的函式 但如果真的要自己画圆 比如说要画圆形的进度动画 那引擎给的函式不一定合用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这样 先把要画的圆弧范围定义好 然后等份切一切 再用数学算出圆周上的这些点 最后把这些点连起来就画好了 只要角度切得够细 那么画出来的圆就会够美 但是用像素组合出来的圆不是这样画的呀 这样说好了 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制作一款战略游戏 玩家要在地图上选格子下指令 其中有一招需要玩家选择一个距离弓箭手5格的敌人 那么我们要把哪些格子亮起来给玩家选 不就会用到这个像素圆的画法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哈片刻 今天我们来介绍终点画圆演算法 Midpoint Circle Algorithm 我们这边沿用上期小哈制作的APP 同学们可以试试这个APP的终点画圆法 看到画出来的圆够不够圆 看完影片后也可以按这个按钮来看演算法的原始码 不过小哈是建议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先试着自己写写看 体会一下实作一个新学绕的idea 那种成就感爆表的感觉 在上一期画直线的影片中有提到 我们把有可能出现的八种方向的直线 都转换成这个方向的直线来画 这样可以把问题单纯化 而且可以针对这个方向的特殊性 来做演算法的最佳化 我们画圆也是一样的概念 我们把圆切成八份 演算法只要针对处理这一份 画完之后就照照镜子 镜射X轴就是把Y加上负号 镜射Y轴就是把X加上负号 最后把XY对掉 就可以补完这个斜面的镜射 这样不就是用八倍的速度把圆给画完了吗 哇塞 用想的就觉得超快 对吧 那这八分之一的圆该怎么画呢 这边就要开始今天的主题咯 终点演算法 这个演算法其实是将上一期讲的 波雷森汉姆演算法给一般化 融会贯通之后甚至可以适用在其他的几何图形上 OK 现在我们定义一个圆形 假设它的圆形在00 它的半径是R 按照我们先前计划的 只要画好这八分之一的部分 之后的是我们五分钟后再来伤脑筋吧 现在先放大这段圆弧来看 构成这段圆弧的第一个点 非这个像素莫属 它的坐标是R0 而它上下左右的边界离坐标各有二分之一格的距离 像素格子的边界和坐标的格子有半格的偏差 这点在上期讲画线的影片中也有提到 新同学可能要先习惯一下 以免等会儿脑袋打结 接下来各位要想一想 圆在这个点上的切线会指向下一个点的位置 有道理吧 而这个切线很陡 所以下一个点一定是位于目前像素的下一排其中一个点 我们一路看下去 一直到这里为止 圆的切线斜率都是大于1 这种比较陡峭的线 因此这段圆弧上该画的每个像素 它们的Y必定都是D帧E的这种关系 而X呢 则是可能维持和上一排像素一样的X 或是像圆心内缩一格 只有这两种可能 到这里都还算合理吧 有看过上一期用演算法画线的同学 可能发现到了 画这段弧线和画线的逻辑很像 首先要跑一个回圈 X一开始是R Y一开始是0 然后每跑一次回圈 Y就递增1 中间如果发现像素需要向圆心靠近 就让X递减1 所以过程中Y越来越大 而X越来越小 等到回圈跑到Y超过X的时候 就代表圆弧的进度已经超出这1%的范围 回圈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把这段逻辑做个笔记 首先定义一开始的像素坐标 X等于R Y等于0 然后把这个像素先画出来 接着进入演算法的回圈 回圈中固定把Y递增1 然后如果这时需要将像素往圆心靠 就让X递减1 算完之后先检查Y超过X了没有 如果超过就结束回圈 不然的话我们要把XY这个坐标的像素给画出来 这个回圈目前看起来还蛮清爽的 不过其中有两个重点还没写进去 第一点在这一行 要怎么把XY这个点 进射到8个不同的方位 一次画好8个像素 第二点是在这一行 也就是终点演算法的核心 Y要降到哪 X才需要往圆心内缩一格 我们回来看我们的像素平面 终点演算法 顾名思义 重点会放在两个像素格子中间的这个点 每当我们画完一个点 回圈往下走的时候 要画的像素有可能是 X保持不变的这一格 或X内缩的这一格 终点指的就是这两个格子的中间点 我们的目标是想办法让终点一直留在圆的里面 如果这个终点仍然留在圆里面的话 代表圆周仍然比终点还圆 那我们要画的就是这个像素 然后画着画着 接下来有可能要画的两个像素的终点跑到了圆的外面 那么就要选靠向圆心的这个像素来画 按这个逻辑 我们就能让画上去的像素都保持在圆的边缘 好 现在重点是 我们要怎么知道每一层两个像素的终点 是不是在圆的范围里面 如果我们拉一条线连接这个终点到圆心 把这段距离叫D 我们已经知道圆的半径是R 那么若是D的长度比圆的半径大 不就代表终点跑到圆的外面了吗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要让像素往圆心内缩一格 让终点回到圆的里面 是吧 这里要考考大家一个国中的数学题 假设我们已经知道终点相对于圆心的坐标为A B 那么D的长度要怎么算出来 如果国中已经离你太远也不打紧 小哈现在就帮你把国中的美好回忆给全部拉回来 来 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斜边长度的平方 等于另外两个短边平方的总和 现在记起来了吗 大家 D就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D的平方就等于A的平方加上B的平方 最后再把这整个东西开根号 就是D的长度 这就是著名的B式定理 不过由于开根号 用器盖想你就知道很消耗CPU的效能 所以这边我们实际让电脑做判断的时候 可以改用D的平方和R的平方做比较 因为D和R都是大于1的数字 所以平方后的大小关系不会改变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稍微改下 变成检查D平方减R平方是不是大于0 现在把D平方用终点坐标的A和B带入 就变成了A方加B方减R方大于0 然后我们再把这串东西取个名字叫P 最后就变成了检查P是否大于0 嘿嘿 如果你突然有种感觉 怎么这串数学只剩P这么简单 那我必须说这都是你自己的错觉 因为实际上还是有一大堆平方要计算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这文明侠儿的终点演算法 不可能这么没效率吧 同学们 不如我们先偷偷看一下终点演算法的样子 看看它是怎么仅仅靠着简单的整数运算 就能处理这串复杂的计算吧 咱们把刚刚写的笔记再拿出来 先把字改小一点 然后用B式定理去更新一下笔记的内容 在回圈里计算P 还记得P是什么吗 当我们画完一个像素XY 然后Y往下走一格 这时的终点是这一点 它的坐标等于X-1-2Y 所以这个终点的P 可以用先前推导的式子算出来 等于X-1-2的平方 加Y平方 再减R平方 然后就可以把需要往圆心靠的这个逻辑 改成P大于0 接着我们用绿框 把神器的终点演算法给加进来 首先 演算法不需要靠一堆平方来算P 把这一行给3了 然后在回圈前加入一行P的初始值 P等于1-R 这个P可以直接在第一次进入回圈后 代入检查像素是不是要内缩一格 呵呵 先把嘴巴合拢 神奇的还在后面 如果P大于0 X就要内缩一格 然后接着把P递增 两倍的Y-X再加E 这个P被我们这样更新后 就可以给下一轮的回圈检查 终点在不在原外面 另外 在P不是大于0的情况下 虽然X维持不变 但我们还是要更新P 来给下一轮回圈使用 这个情况下的P 是要递增两倍的Y加E 好了 演算法就这样 没了 很神奇吧 怎么一堆平方的计算 最后变成只要加加减减就好了 而且在P的递增式子里的两倍 也不需要真的使用乘法 因为整数的两倍 可以用位圆一位大法来计算 就像我们在进行十进位乘法时 把数字后面补0 就是乘以10的意思一样 电脑和我们人类不一样 是以二进位的方法处理数字 所以在电脑里把数字的后面补0 就是乘以2 实际在城市里将位圆向左移 一位的写法是这样 这个跟乘以2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进行位圆运算的速度 甚至比加减法还要快 关于位圆运算的相关课题 我另外再找个时间 做影片来说明好了 现在先回到今天的主题 终点演算法其实不难 但我发现很多人 包括一些YouTuber 都一知半解地误解了这里的逻辑 所以同学们打起精神 现在小哈马上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神奇的三行 到底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首先是P等于1-R 这P是属于第一个需要检查的终点 这个终点的坐标 同学们看得出来吗 是R-1-1-R 仔细看看 我没有讲错吧 那么这个终点的P 用先前我们推导出来的公式来计算 是不是就等于R-1-2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再减R的平方 要把这个算式拆开 会用到另一个国中学过的公式 A-B的平方 等于A平方-2AB加B平方 这个再忘记的话 我就要替国中老师打你们的小PP啦 那我帮大家把这个算P的式子拆开 会变成R平方-R加四分之一 然后加1再减R平方 R平方消掉 再组合一下 就变成了1又四分之一减R 我知道同学们眼睛都很尖 马上就看到了终点演算法里面是1-R 但这里怎么多了四分之一呢 嗯 终点演算法的确就是把这个四分之一给直接砍了 这一点误差也的确有可能在我们化缘的时候 晚了一点点让X内说一个 不过这一点点误差不会随着回圈变大 所以对我们化缘来说影响不大 只有在某些半径比较小的情况下才会看得出差别 比如这次半径为四的圆 如果演算法加上这个四分之一 圆就会长得不太一样 如果想要非常精准的话 等一下我再告诉同学们另一种解法 现在先回来讲剩下的两个神秘的算式 这两个式子都是利用先前算好的P 来计算下一排像素终点的P 换句话说 这神奇的两行是让P递增不同情况下的变化量 我们先讲第二行 X内缩的情况 当我们算好一个终点的P之后 发现P大于0 所以X需要内缩一格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看 刚刚这一排的终点坐标 用目前的XY来表示 就是X加二分之一Y 而下一排的终点是这一点 它的坐标是X-二分之一Y加1 我们用计算P的公式 把这两个终点P的算式写下来 这些式子我就不猜给大家看了 想练习的同学自己拿纸笔出来算 那么最后我们再把这两个式子相减 这个结果就是在X内缩一格的情况下 P的变化量 式子里复杂的平方向都被消掉了 只剩简单的加减法和位元运算 现在要进入最后一行神秘的算式 是在X不内缩的情况下 去递增P的变化量 我想同学们听到这里 应该已经不觉得这行有多神秘了吧 在Y下降一格后 发现此时的P并没有大于0 那么这时终点的坐标为X-1⅔Y 而下一排的终点是这一点 坐标是X-1⅔Y加1 我们一样用同一个方法去算出 他们两个终点的P 这边同样把计算过程 留给同学们自己练习 我在这里直接让他们相减 得到P的变化量 看看 最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超单纯的递增量 这三个被绿框包起来的式子 就是终点演算法的主干 不过刚刚有提到 第一个式子里本来有一个1Ⅳ 为了效率而被强行删去 只留下了整数 虽然这样画出来的圆也一样好看 但可能还是有同学想要更精准的画圆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三个式子 全部都乘以4 因为所有P的计算都被整个放大了4倍 所以这样并不影响P大于0的这个检查 放大4倍后 第一行的1又1Ⅳ 也就是5Ⅴ 就会变成整数5 而式子里其他地方出现的乘以4和乘以8 也同样能适用整数的位元移位法 乘以4就是移两位 乘以8就是移三位 换句话说 整体乘以4的这个变动 只会让一开始计算P的初始值 多了一个乘以4的运算 其他地方完全没有降低任何演算法的效能 改用这三个式子 就可以又快速又精准的去画圆了 好了 现在演算法只剩一个地方还没讲 是哪儿呢 就在这儿 演算法实际画像素的时候 要怎么把这1Ⅴ的圆 静色到其他7个部分 这方法和前面讲的比起来就显得简单很多 当我们在回圈里决定好要画一个像素 XY时 我们要顺便画-XY 然后画X-Y 以及-X-Y 接着看看若是X不等于Y的话 就把这4个点的XY交换后再画出来 我们用这个方法把回圈从头走到尾 每次回圈计算一个点 但是一次画8个像素 画着画着 一个漂亮的圆形就出来咯 感动吗 同学们 感动之余 也不要忘了订阅分享小铃铛哦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会啦 现在到这4个点的评传